谈到中美关系 我觉得首先我们双方还是要恪守不干涉内政这个原则 因为这是联合国宪章的明确规定 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所以包括中美在内 各国都应该确实地遵守 你刚才提到了 很多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中国做得好不好 中国人民最有反应权 中国应该怎么做 中国人民才是主人梦 当然我们也愿意在尊重国家主权填提之下 与各方增信事宜 讲明事实的真相 但是我们接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指责抹黑 就不允许核心利益受到侵犯 实际上 长期以来美国动辄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旗号 肆意地干涉别国内政 在世界上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甚至成为动荡战乱的根源 美方应该早日地意识到这一点 否则我们这个世界仍将是不得安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 Happiness 国量版美 dzieость 隔越战乱Ohio 任务 罡